I like Radio 中国流星网 起立世界 我是秀源大牌 欢迎各位最终回到今天最受欢迎的电影看世界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大西场堂主 Aaron来到了现场 Aaron你好 新年快乐 大家午安 新年快乐 明天过年咯 然后你也放假了 对 准备放假了 大家都放假了 你有去哪里玩吗 没有 今年还没有安排 因为就想说好像才刚恢复嘛 大家都是很急着出国 你说的对 想说可以先稍微缓一缓 现在机场已经塞爆了 然后要提前三个小时到现场 这不是还那个他们有罢工吗 就是好像很混乱这样 对 目前为止还没有稳定了 所以不过其实大家真的有假期 就是在这个时候不出去的人也真的就 就是要出去的也蛮挣扎的 好 今天呢 Aaron要给我们介绍四部好看的片子 对 对不对 有院线 也有串流的 如果你觉得十天的假期 到最后不知道干嘛的时候 就可以来看电影 太棒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过节我也十天不出去 我应该是好好的可以看 一陀拉库的线上的电影 是有梅根 这是一部什么片子 是智有梅根 智有 智习的智 智有梅根 它是一个惊悚片恐怖片 它是布伦屋出的 又是布伦屋 然后它是那个温子仁监制的 就是安娜系列了吗 对 它不是安娜系列 它只是监制 它其实跟安娜贝尔的宇宙没有关系 它是一个独立的系列 可是非常受欢迎 它是前两礼拜在美国就已经上映了 然后刚上映的第一礼拜 就拿到三千万美金的票房 就是首周票房 就是冠军 然后基本上就回本了 然后继续再累积 三千万美金啊 对 三千万美金 就是这样是几亿台币 但是阿凡达要好几亿美金啊 因为阿凡达它自己光是成本就很高 它现在累积 我刚刚看的时候是五亿多啦 就是刚刚结束那个周末 是累积到五亿多 已经回本了吧 好像还没有 因为它后续还有其他的宣传 加上其他的成本上去 所以其实它慢慢啦 就是慢慢累积那个票房 可是相比之下你就觉得 哎 恐怖片小小成本拍出来 结果赚了很多票房 三千万其实对我们来讲 也是上亿嘛 天价了 我们也觉得好恐怖 结果对人家来讲 是那个小朋友的小朋友 持续累积这样 对 好挚友美金 哎 我一听到这个 就是导演的名字 我就觉得应该是有信心了 对对 这个他这个故事讲的呢 他其实刚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有一点点 像是鬼娃恰吉 可是鬼娃恰吉 不一样的地方是 鬼娃恰吉他讲的是那个玩具 然后被鬼附身 杀人犯鬼附身之后 那个玩具变成很凶残的玩具 对对对 可是这个故事讲的是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可能都会遇到的 因为他讲的是人工智慧的娃娃 怎么样暴走的故事 机器人那种 机器娃娃暴走的故事 据我就是有在从事 软体工程人工智慧的朋友 看完之后他就说 嗯 这个志友梅哥里面演的剧情 很有可能在未来真的会出现 是不是 对 因为他讲的就是说 这个女主角呢 她之前有演那个 逃出绝命证 她演的是一个玩具公司的设计师 然后呢 她本来就是专注在设计她的玩具 结果有一天呢 她突然收到消息 就说她的姐姐跟姐夫 出去玩的时候 出车祸死掉了 留下一个她的外甥女 八岁外甥女 她理所当然就变成了 那个监护人 就变成要照顾那个外甥女 然后可是她其实本来 当初去当游戏设计师 玩具设计师 就是因为她不想要 小孩 也不想要跟家人的相处 跟家人相处其实 关系还蛮淡的 所以她就是那时候蛮苦恼的 因为她一方面觉得自己有责任 要照顾这个小朋友 但她心理上跟心理上 是抗拒这件事情的 所以后来她就想说 既然我在玩具公司上班 不如我就制造一个玩具 来陪她走出伤痛好了 于是要取代她自己的 对她的责任这样 于是她真的就 因为她刚好那时候正在研发 他们公司老板跟她讲说 我们现在很多竞争对手 很喜欢模仿我们 在做我们在做的玩具这样 你要做出一个就是 造价既高昂 技术上又很难模仿的 一个新奇的玩具 然后这玩具可能很贵 可是这个小孩买到这个玩具之后 他可能一整年都不会再买新的玩具 他想到好 那我要做出一个人工智慧的机器娃娃 就是我们这个梅根 梅根它其实本来是缩写 英文是缩写 变成M.E.G.A.N这样 所以就是它是一个缩写 名字就叫梅根 梅根一号这样子 结果她做出这个玩具之后 发现这玩具真的跟真人一模一样 她可以跟那个小朋友聊天 她也可以取代爸妈的这个功能 就是跟小朋友讲说 教小朋友生活上的礼仪 比如说你上完厕所 记得要去冲马桶 记得要洗手 然后记得要睡觉前要刷牙 然后要说请谢谢对不起 那就是个人了吗 就是一个人 所以她其实在做的时候 她其实非常满意这个结果 因为她想说 哇我这样真的太轻松了吧 我只要跟设定好这个娃娃的程式之后 她就可以做所有 我应该要尽的监护人的责任 然后这个小朋友也非常喜欢这个娃娃 因为她发现她什么都会跟她讲 然后她会把这个小朋友的需求 摆在第一位 甚至她在设计的时候 因为她就直接讲 就说梅根你的工作 就是你要负责保护我的外甥女 就是要把她所有的安全都照顾好 这样子 她就是你唯一的责任 对她就是你唯一的责任 你就是要听她 她是第一使用者 我反而是第二使用者 你一定要照顾好 这个我的外甥女这样子 所以小女孩跟这个娃娃之间 也变成她们的感情 变得有一点点 我们用正常眼光来看 就是有点扭曲 因为她过度的依赖这个机器娃娃 她把这个机器娃娃当成一个真人 投射在她身上 把对妈妈的 失去妈妈的感情 都投射在那个身上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女主角的同事 在一起做研发的同事 她就已经跟她讲说 你会不会觉得我们这样做 有一点点怪怪的 就是我们已经把我们所有 身为家长的功能 都让给这个机器人之后 那我们的存在意义是什么 所以其实这个故事 虽然有惊悚 因为后面就变成就说 梅根开始 为了照顾这个小女孩 发现有些人要对这个小女孩 比如说学校有霸凌 或者是遇到不好的邻居 这个梅根就开始暴走了 因为她本身是没有道德的界限的 她的唯一的目的就是 照顾小女孩 保护小女孩 所以开始就会变成暴走 就开始去滥杀无辜 到最后要怎么结局 会杀人 会杀人 可是她这个电影里面 没有认真的把 真的很血腥的画面演出来 她其实是用镜头避开 或是只可意会不可言成 明白 让你大概知道就是发生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不到非常的重口味 但是意思已经到了 惊悚的气氛也已经到了 所以其实她就透过这样一个 比较惊悚的故事 她其实在讲的是关于 科技跟人性之间的抉择 还有科技就是 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用手机 很多家长在带小朋友 是不是就给她看巧虎 让她安静 其实就是我们就想说 我们因为科技很方便 我们会习惯用科技来取代 我们自己某些责任 但或许看完这个电影之后 我们会想说是不是其实我们自己有一些 还是生而为人需要去把守的一些界限 或道德上面的界限 其实还是要做到 这一点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因为以前其实在十年前 一个好莱坞就有很多的机器人 变真人的这种这个角色 不管是士兵也好 不管是研发出来的 科幻题材很适合当作惊悚片 因为他其实讲的就是那种我们未来 我们无可想象的未来世界 我们本来追求的是便利 可就没想到 竟然带来是更大的毁灭 所以人类不是完全的主导 其实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其实你研发出来的东西 它的智能 智能远远超过你这个研发者的时候 就是不可控 不可控是一件最恐怖的事情 而且我在看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有想 就说其实你看 我们常常在讲说 创造出那个机器的人工智慧 要怎么样让他去把守 那个道德的界限 但其实你看 这个为什么没有输进去呢 但你要想 你看人连上帝造人的时候 都有坏人会出现 那我们去创造人工智慧 为什么不会人工智慧 暴走变成坏的人工智慧 其实蛮有趣的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 做人工智慧的时候 好像一部分想要有点模仿 上帝在创造人类的行为 但其实现实生活就是 其实人类里面也有很多的坏人 那我们做出来人工智慧 是不是其实也会有坏的 就是你最近有没有看新闻 真的不管是日本也好 或者美国也好 到处都在研发机器人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机器人呢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 我去大陆采访的时候 然后他的饭店里头 也有那个机器人 他就是负责接待 然后取悦你 对不对 然后你就会问他说 谁是这里最漂亮的 他就会说是你 对不对 就是你就会觉得 就是说 其实他慢慢的这些功能 都已经在我们的生活角落 不是未来 是现在 其实你看过 蛮多暴走的嘛 就是在那个饭店里面 接待的那个机器人 觉得他其实很笨 或是一直在门口 跟你要小费 对啊 以后就会这种 所以也是有这种发出现嘛 所以就是告诉你说 其实还是很多事情 该自己做就自己做了 就是 但人懒也没办法 有很多的科技产品 就是因为人的惰性 然后带来更多便利 这样子研究之后 就变成现在其实很多人在讨论 就是科学跟伦理之间 你要怎么取舍 因为其实很多情况之下 人工智慧能做到的事情 不是说做不到 只是说我们后来发现说 如果让人工智慧来取代 我们人类做这些事情的话 会不会其实我们 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生存的价值 会是一种考验 会是一种 就是我们要反思 就是真的要让他们做到这样 比如说像电影里面就是 你明明就是一个责任 就是小朋友应该是出于爱 你要照顾这个小朋友 但对你来说是负担之后 你把这个责任丢给机器人 就机器人取代你的时候 那这样你存在意义是什么 对啊真的 所以其实你就没有必要活下去了 所以他就会把你干掉 他就会把你干掉 他就会想说我照顾你就好了 对啊 所以其实在 我这几天有在电视上看到 他这个预告片剪接片嘛 那这个女主角 其实也后来变成 这个娃娃的追杀对象是不是 对就是这个娃娃就发现就说 你不是叫我要照顾这个小女孩吗 那结果现在你阻止我去照顾她 因为她会觉得说 她去伤害那些人 就是为了要保护这个小女主角 那既然你要阻止我 那你也是我的敌人 他就开始觉得要追杀那个设计者 你怎么可以阻止我保护她 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因爱生恨 就开始反扑了 那个时候他就不认得 他是他的设计者 没有他认得 可是因为他是人工智慧 所以他很聪明 他就想说 你不是明明叫我要照顾这个小女孩吗 那反正现在我也在做 你在照顾她的工作 你都丢给我了吗 那现在我可以照顾这个小女孩的话 那你就没有存在意义啦 那我不如就把你杀掉 由我来照顾这个小女孩吧 你觉得他这次的那个 就是这个机器人娃娃是真的就是 他们是找真人的演员去配的 他们找了一个12岁的小舞蹈员 就是跳舞的舞者 然后去做 然后再贴上那个人皮面具 再加上CG动画 合成变成一个类似 你真的这种真人娃娃 然后这个小女孩 真的很会跳舞 大家从预告片就看到 有一个梅根的舞蹈 那个就是最 现在网络上最夯的 就是非常爆红的 就是那个舞蹈 因为他很诡异 可是又很精彩 有点像Winsday的那个舞蹈 对 Winsday是比较像怪 就是比较怪异 但奇特 但这个就是真的有考验到 肢体上的一些能力 然后甚至还有 预告片也有看到 就是他在追杀 树里面追杀一个霸凌 小女主角的男同学的时候 他会四肢着地 像野兽一样奔跑 我好像有看到像蜘蛛鸟 对不对 所以其实那个感觉 真的蛮惊悚 像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他没有很血腥暴力 但是他就是恐怖的氛围 这种不好而立的感觉 好 温子仁还是厉害的 还是真的不错 我们先休息一下 来听听 吴卓源所唱的 全世界的朋友 都让我失望 马上回来 中华流星王起离世界 欢迎各位带着回到 今天我们大鸡堂堂主 Aaron带来的电影 看世界 刚刚的第一部片子 有没有让你觉得 这个就是你会害怕 或者是像我了 我就特别喜欢看这种 我就一直很期待 要去1月13号上的 所以过年这段时间 应该还是会演 大家加油一下 那接下来这部片子 就是从小到大 爱的回忆 灌篮高手 对不对 灌篮高手 他是相隔26年 因为上次动画完结 是1996年 电视版的动画就完结 可是当时那个动画完结的地方 是讲在全国大赛之前 然后这次电影的故事 就是讲他们在全国大赛 里面的某一场比赛 他们湘北高中对上山王工业学校 山王工的这个比赛 然后呢 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呢 他不是用2D手绘动画的方式 因为以前我们在看灌篮高手的电视动画 他是电视手绘的那种动画 2D的 这次是用3D的电脑动画 呈现出来的感觉 所以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当时啦 蛮多人是 有戴眼镜看吗 不用 他是直接裸眼看就可以了 只是他的画面会比较有立体感 就是3D电脑动画那种呈现方式 然后那个时候蛮多的粉丝 其实有在抱怨 就说为什么不要用以前的2D动画 比较习惯是不是 对就习惯了 想说要重回经典啊这样 但我自己是觉得 其实这次3D 他真的画得很细致 然后还有人物的那个眼神 然后还有他们的那些毛发 跟脸部的表情 我其实觉得都还蛮真实的 在灌篮的时候会飘 对不对 就是我觉得是比较灵动的 就是跟2D的动画比起来 因为我觉得跟技术有关系啦 毕竟96年那个时候的 手绘的技术 跟现在电脑动画技术 当然是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大家在看的时候 看的比较多的更是回忆吧 关于就是大家在看灌篮高手 这个故事的那种感动 其实我有蛮多就是没有看过 灌篮高手的同学朋友 就问我就说 那你觉得需不需要 看过之前的电视动画跟漫画 如果说大家其实对于 灌篮高手以前的故事 并不熟悉 尤其是二十几岁 那现在年轻人 他可能就不知道这个故事了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完全不影响 其实没关系 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 篮球比赛的电影来看就可以了 就像之前台湾的国片 叫下半场也是 就是它就是一个关于运动的 很热血的这样子一个青春的故事 然后虽然它是一个 连载的IP系列 但是我觉得它的故事的核心 在讲的还是人跟运动之间的关系 它在运动场上的运动员 如何面对自己的心魔 去挑战去成长的这样一个热血的故事 所以其实它这次故事的主角 是用漫画里面 大家比较少提到 它是控球后卫 那以前在讲的都是 比如说荧幕花道 刘川峰都是负责得分的 在比较长前亮眼的人物 这是比较默默站在后面的 控球后卫叫做功臣良田 用他讲 从他的视角开始去出发 讲说他们怎么样赢得 在全国大赛上面遇到的 难得一见的强敌 就是16年都是 未免冠军的强手这样子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 每个人当初为什么要去打篮球 为什么去接触篮球 还有当初在打篮球的时候 遇到挫折的时候 还有面对到自己无法挑战的难关的时候 他们怎么样去一一的去克服 到最后拥抱自己 跟篮球这个梦想之间的那种连结 然后还有跟队友一起在场上奔驰 挥洒热泪之后 热汉之后的赢得胜利那种感觉 就是梦想 那种梦想 所以很多人在看的时候就说 真的重回当时看灌篮高手的那种感动 就他自己好像也回到高中 在追梦的时候 在场上就是挥霍青春的感觉 但是现在这个部分 就是当初的发行量超过一亿两千万 那以前那个 其实是整个亚洲都在看 还是包括世界各地都在看 世界各地应该都在看 可是我觉得对亚洲的影响更大 尤其是那个时候 还有就是中配版的动画的时候 很多人在家里看电视动画的时候 就是看中文的配音 所以这次其实片商有特别 找当年配配音员 然后配中文版的 所以其实很多 如果你真的在追求以前的回忆的话 你也可以考虑看看 是不是要看中文配音版本 他说灌篮高手全台热卖七千三百万 对因为他在日本也是卖得非常好 也是一直残联票房冠军七个礼拜 他在日本已经上映七个礼拜了 然后卖出了超过八十亿日币的票房 就在台币就大概超二十亿了 我没有想到就是像这种比较传统的动画片 以前就是小时候看的嘛 灌篮高手那种 然后是属于那种高中生啊 那种学生片子 竟然卖的会这么好 所以是现在的观众群 其实就是看着他们长大的这一群 而且就是说像回到这个故事本身 我觉得他其实讲的还是关于人性的故事 就是我们在那个篮球场上 他其实讲了很多这些篮球员 从小遇到的家庭故事 友情故事或甚至爱情故事 他们当初为什么会踏进篮球场 有很多自己背心 内心当中不为人真 大家都看到篮球场上光鲜亮丽的篮球员 在那边奔驰 然后好像球技很厉害 但可能他们都是一球一球练出来 甚至有些人跳投两万次 慢慢练出那个手感的 他其实背后都是心酸跟努力 默默累积出来才有现在这个在场上的表现 那店里面他就是用回忆跟当下的比赛穿插的方式 然后还有加上篮球比赛那种最刺激就是一来一往 本来以为好像领先一点点 就对手又有更高的招数 又让你领先又回来战术又占据优势 就之后你要怎么样反败为胜 大反攻的这样一个故事 所以其实他是很 我觉得是很励志的 那另外我请教一下 因为我不太熟悉这个电影 就是那个时候我没跟上了 所以那个导演就是画家 作者吗 当时的电视版动画的作者 不是漫画的原著 所以当时其实是等于是 他就等于把IP卖给制作公司 做了这样子一个漫画 那当时当然故事上面 还是有很多是需要请他做咨询的 但他的决定权就没有这么大 反而是这一次他就是 因为他本来 是画家本身 画家本人有参与很大部分的制作 包括到最后制作动画的部分 他也是自己帮忙雕帮忙剪 所以其实他们有 他有说就是这一次的故事 是他真的更想要拍的 然后呈现出来视角是 漫画的作者本人 更想要呈现给观众的故事 然后也是这几年 就是经过二十几年之后 他沉淀了这么久 他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 也透过这几个角色 传达给观众知道 那还会有在下一集吗 他据说好像没有这个打算 因为连当初 这次这个电影的制作公司 摇了他很久 他也是好不容易才松口 他说就是那个制作公司 每年都一直寄那个demo带 就是他们试画 试画动画说 我们现在技术是这样 我们想要呈现出 团然高手最后那个故事 你可不可以让我们画这样 因为但是之前是感觉上还没有结束 就等于是 而且他感觉就是觉得 好像时机 就是已经 电视动画已经差不多了 我现在不想再继续画了这样 可是就是因为被 这个制作公司的诚意打动 他就决定说 好那我就来画一个这样一个故事 然后重新回到 当初他画 灌然高手这个漫画的初衷 本心 然后分享给大家 但是为什么他不愿意画呢 我觉得有点好奇 就像很多作家有时候故事写 到一个完结 他会觉得说可以了 这个故事好像在这边 收在最美的时刻 对好像在这边就可以了 这样 好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I like radio 中国联系网 起立世界 欢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 我们大机场堂主 Aaron带来的电影看世界 好第三部片子呢 仍然是一部非常大手笔的制作 那比前面两部要吓人了 但是不知道跟这个水之道的状况 比起来怎么样 这叫巴比伦 感觉比较不一样 对 这个巴比伦 这个片子呢 他是之前越来越爱你 那个导演 Damien Chazelle 我昨天还在电视上 看越来越爱你的重播 最近一直在重播 对 就像他 他真的对好莱坞 是一个充满热爱的 热情的这种人 所以这一次 这个巴比伦的故事呢 他一样要回到 他故事背景 一样是关于好莱坞的工业 聚焦好莱坞电影工业 这件事情 可是他的背景 是回到1920年代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之前 几次介绍片子 也稍微有提到过 那年代 就是一百年前 最重要的 对 一百年 真的一百年前 对 那个时候是好莱坞 正在崛起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 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从无声电影 进展到有声电影 所以其实他在讲的故事呢 他就是透过 两个主要的角色 一个是布莱德比特 一个是马格罗比 他们两个演的角色呢 分别是两种 不一样的背景 布莱德比特演的是在 好莱坞的无声电影 那个年代呢 非常知名的一个 末剧演员 末片演员 就是他每次演出来的片子 都是那种万人空想 就是非常 卖得非常好的 可是马格罗比演的呢 就是一个 刚刚踏进这个 好莱坞电影工业的一个 小心人 他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经验 可是他对自己 非常有自信 他就说 像我就是生来做明星的人 然后你不用想办法 去变成明星 你是明星人 你走在哪里都是明星 自带光芒 对 所以像他第一次去演 那个演戏的时候 他本来只是一个小配角 而且那个配角 为什么会拿到呢 是因为本来要演 那个角色的那个女配角呢 他吸毒过量 他参加派对 就吸毒过量 就刚好制作人 也在那个派对上 看到马格罗比 就说 那不然你好像很会跳舞 那你来演吧 所以其实公司 本来对他 也没有抱任何期待 甚至那个导演 在拍的时候 就想说随便啦 将就一下啦 如果不行 流不出眼泪的话 随便滴个人工泪液 什么这样子 就没想到导演 一叫他拍戏的时候 他马上变成另外一个人 摄影机一开始转了之后 叫他落泪就可以落泪 甚至叫他说 镜头带到你的时候 先含住你的泪珠一秒 再把那个眼泪滴下来 他都可以 任何的 果真是天生的 他就真的是天生 做演员犯的人 所以后来就开始爆红 可是这个本来很大的巨星 就是布莱格比特这个巨星 跟马格罗比演的这个 误入丛林的小白兔好了 两个人呢 都面临到当时 好莱坞电影工业 最大的一个转捩点 就是要从无声电影 变成有声电影 所以无声电影 变成有声电影之后 他们其实就不可避免的 遇到了很多的挫折跟挑战 因为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本来演无声电影的时候 其实是不需要讲话的 也不用背台词 对你口条不好 不会背台词 什么都没有关系 只要张张嘴就好了 有那个长相 然后肢体动作可以做出来 其实就没事了 我是不是以前听说 那个就是 他是不是就是不爱念稿子 12345 12345 是不是 有很多那个 之前台湾也说 电视剧那些老演员也说 就当时很流行配音的时候 你随便念都没有关系 对他就是12345 12345 反正嘴型对的上就可以 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从无声电影进到有声电影 其实对好莱坞电影工业 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因为其实从电影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时呢 他们在拍无声电影的时候 是那种 在沙漠里面 他可以隔出一个那种 两公尺到两公尺 就是两平方 四平方公尺那种 他就是变成 一个一个小格子 就是包厢包厢包厢 就在隔壁而已 然后可能这边在拍牛仔剧 他就是牛仔布幕 然后另外一边 可能在拍中国的 什么古中国的那种海盗戏 他就每一个包厢都是一个戏 然后他都是相邻在一起的 可是他就是摄影机 只要对准那个包厢 就拍就好了 他不需要片场 没有关系 反正不会收音 所以就是变成 整个地方是很乱的 那是一个完全 还没有任何制度 刚刚才崛起的一个 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地方 就后来没想到 进到有声音电影之后 就开始要现在 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多去 到加州洛杉矶 好莱坞那边 你可能就去参观片场 还有很多不同的片场 里面有不同的功能 那都是后来 因为有声音电影 出现之后才出现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看 这个电影的时候 很多我觉得主要在看的 其实是看那个年代 就是从好莱坞 从慢慢开始兴起 然后经过很多的转列点 然后经过 变成什么样 现在这个样子 电影工业重镇 这样子的过程 你知道我其实以前都觉得 就是说我们看电影的时候 感觉上音效什么都很自然 走路就是有高跟鞋的咔咔声 什么什么 然后风吹就做出来 但是没想到每一个 都是单独配出来的那种声音 你说到有声电影 就是我以前有听某些的演员 他如果说他在电视上 不讲话的时候 或配音的时候 他好帅 那他自己开始讲话的时候 你就觉得 整个就出戏了 对因为像布莱德比特这个角色 到后来 他遇到一个最大挫折 就是他自己 因为他常常就是电影上映之后 会自己乔装 变成素人那个打扮 然后就自己 留进电影院看 观众的反应怎么样 他就发现他拍的第一部 有声电影之后 观众他一开口 观众就爆笑 就是怎么有人这样讲话 怎么有人讲话这么难听 怎么有人台词这么粗俗 这么无趣这样 他那个时候就非常挫折 然后后来他就开始 慢慢走下坡之后 他甚至还去找 当时本来跟他很好的影评人 就跟他讲说 你为什么要说我的电影不好 你为什么要说我的声音不好 对 就那影评人其实也很诚实的 刚才讲就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 就是导演其实真的想要讲的 他就来说 其实你不要想说 你是很重要的人 你好像是一个巨星这样 没有不可取代的事 对 我们其实都是这个 大时代里面的一个小螺丝钉而已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超越这个时代 带给我们的这个改变 或带给我们的力量 那我们就只能做好 我们要做的事情 你可能就珍惜 就是说至少你曾经当过一个明星 你曾经在大药幕上面 留下一个经典的一个样子给观众 可能若干年之后 有某一个小朋友年轻人 在图书馆看到你的影片会说 当年是一个时代巨星 至少你这样就是一个成功的人 听完这个就觉得 就安慰他 是不是可以出家了 他其实是有非常 我觉得他是导演 自己在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其实是有非常 很深的感触 很深的感触 然后关于这个电影工业 然后关于名气这件事情 他有很深的一些体会 透过这个电影的故事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 就是这个电影真的太长了 他有三个小时 然后而且他讲的那个好莱坞 就是我们刚才说 20年代到30年代 他其实他并没有特别去美化 那个年代 他其实让大家看到是当时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 不是有女明星吸毒过量 他其实有很多纸醉精迷 然后甚至你觉得 其实不值得留恋的一个情况 他都真实的呈现给大家看 所以其实你看完之后 你未必 会觉得乱七八糟的现场 对你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年代结束不就结束了吗 可你就会想说 他其实在讲 就是一个大时代的洪流 曾经经历过当时那样子的好莱坞 才有现在的好莱坞 然后包括我们前一阵子 疫情之后的好莱坞 重创之后的好莱坞 才有现在我们又看到的好莱坞 其实这个时间就是不断的滚动 不断的变动 然后我们就是跟着这个时间 河流一直往下走 而且不管你是多少票房的大明星 也是永远 也是人嘛 就是血肉之躯 也是有退去光滑的一天 所以就是说 大家其实要真的明白 现在也是 没有不可取代的人事物好吗 所以真的我们不要把自己 都当成一个太重要的部分 我们只能把自己本分做好 看他能撑到什么时候 过好自己的生活 对不对 但如果说真的 大时代的洪流淹没了你 其实你也曾经辉煌过 你也曾经在某一个位置上面 曾经拥有过 然后大家都记得你 这样就好啦 对不对 好我们休息一下 再来聊下一部片 中华流星王起立世界 欢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 我们的大机堂堂主 Aaron带来的电影看世界 前面三部的片子 其实都是院线片 智友梅根是在1月13号上的 灌篮高手也是 巴比伦就是在明天会上映 20号 那就是刚好过年的热烈档期 那接下来一个就是Disney Plus的 就是线上的可以看火山之恋 对火山之恋 它是一部纪录片 然后它其实是国家地理频道出品的 然后只是在Disney Plus上面 因为他们是关系集团 所以在Disney Plus上面就有上映 然后这个纪录片 它在去年2020年1月的日舞影展 有拿到纪录片的大奖 然后这个纪录片非常珍贵的地方 大家看片名就叫火山之恋 它讲的是火山的纪录片 它讲的故事的主角是两位火山学家 他们是来自法国的火山学家 叫做卡蒂亚跟莫里斯 克拉夫特 他们是一对夫妻 然后刚好都非常喜欢火山 所以他们才会在一起这样子 然后呢 他就是以这两位火山学家 他们的活跃的年代 大概是1970年代到1990年 因为他们在1991年的6月多的时候 去日本观测那个 我记得好像是 富士山吗 不是 不是好像是群马吧 还是奇遇那边的 就是一个火山的时候 云仙月 云仙月火山的时候 那时候火山爆发 他们俩在观测过程中就不幸丧生了 他们是把他们的 是在日本上升了 在日本上升了 所以他们是把他们所有的青春 所有的活力都奉献给火山观测这件事情 然后他们当时呢 就拍摄 因为他们为了要观测火山的关系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们其实就拿着手持的摄影机 拍摄了非常非常多的原始画面跟照片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纪录片 火山之间 基本上是用他们当时的原始的 纪录的影像 修复重新剪辑 再加上配音做出来的 所以其实全部都是当年 很珍贵的当年的这些 他们真实的观测记录 然后在剪辑 他们当时在 有些在上电视 因为他们当时就还常上电视去宣扬 就是讲说要怎么注意火山 怎么认识火山 然后注意火山的危害 这样 因为其实在那个时候 他们开始观测 大概1970年代那个时候 还没有太多人在做火山观测这件事情 然后所以他们 就是因为他们这么积极观测 甚至后来他们投入的观测方向是说 他们在观测是那种 可能会一爆发 就造成非常严重危害的那种火山的爆发 然后再提醒各地的 世界各地的政府当局要注意这种 要正视这件事情 只要有火火山的存在 对 就是爆发就可能会有危害 就是因为他们这样积极的呼吁跟奔走 所以才会造成就是 后来有很多的政府就开始会做那种火山预警系统 然后甚至会提前撤离 就是疑似有爆发 就撤离群众 他们救了很多的人命 可是这个故事里面也有讲到说 他们当时为什么会去从事这个火山探测这个工作呢 是因为他们出生年代是1940年代 就是战后 然后甚至他们长大的 那个最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越战 正在白热化的时候 所以其实他们从小长大到大的过程当中 都是战争当中 他们其实对人性 对人类社会是有非常悲观的这种态度 所以他们才会积极的投入火山的观测 他们觉得说对人太无趣了 我要去看大自然 我要知道这个宇宙的 总有一天你们这些造孽都会被淹死 我要知道这个地球 我宁愿去跟地球大自然相处 可是在他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他们也发现了人类社会美好的那一面 所以后来他们才会开始去投入说 我们要减少的预警 要减少其他无辜人的伤亡 他们看到了很多 所以其实这个故事讲的火山自恋这个恋 除了是他们两个之间的相恋的故事 他们爱上火山的故事 也有他们透过观测火山 如何重新找回爱人群的这样子一种爱的故事 所以其实他是关于 他讲说这是一种 我觉得他可以讲成是一个浪漫的电影 他其实是一个很浪漫的纪录片 他讲的是爱 只是这种爱不是那种单纯的男情男环女爱 他是一种从小爱到大爱的这种不同的演变的过程 那透过火山观测的这个活动 然后展现出这样子一个经历 我觉得可能在我们的环境当中 大家对于火山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充就你不是在一个火山群 或者是说在一个比较容易看到火山的地方 但是想想看我们其实常常出外景 到世界各地去看 你看罗马的遗迹 会有很多的这些就是你曾经去什么大都会博物馆里面看到一些什么东西 其实那个都是在火山整个湮灭了整个城市 甚至于一个帝国之后 然后剩下的残渣 所以他的杀伤力是可以延续到几百年 他画面虽然很冷静 但是我觉得他里面的热情是很沸腾的 是 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个片子可能也提醒我们一下 我们要关注到整个全球大自然环境的这些改变 现在的就是南极的冰山一直在化 然后其实我们的地球暖化越来越恐怖 我们现在这一代OK 活下去OK了 就是到死大概其实 一百年之后后代就不知道 可能就不会受到太严重的影响 但我们的下一代 再下一代 以后真的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就说可能他们也没有什么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了 就是一个极度的气候了 或者我们现在吃着习惯食物 可能他们到时候都说那是什么东西 以后就吞药丸了 传说中的食物 就是我要吃一个那个什么什么蹄膀炖肉 我就吞一个药丸 有肉味的药丸 所以其实这些事情不是不可能存在的 但是我想其实藉由这样的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是在Disney Plus 就是你不用禁院线 你只要付费了以后 你就可以看得到 但很多人其实不喜欢看纪录片 因为他觉得他其实是比较乏味 或者是比较就平铺直序的 那这个片子是有剧情的 我觉得是变成说 大家看纪录片的时候 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 有点像人家喝下午茶的时候 你隔壁邻居跟你讲了一个什么事情 在聊天 在聊天 你就听到某 你就关于这两个科学家 他们火山学家 他们的人生故事 他不是跟你炫耀 他只跟你讲说 我当时为什么会从事这个工作 然后我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内容 到最后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他其实就是有点像 娓娓到来那种感觉 然后你透过那些影像的画面 才发现 他们做的事情 真的是跟我们平常日常生活 会碰到的事情 有很大的差别 对啊 而且你说1940年代左右的 这个战后的生出来 对不对 然后到1990几年 91年的时候就过去 所以才50岁 对 他们就说他们不要小孩 因为他们就是要把他们的爱 就是奉献给这些科学研究 对 所以致敬致敬 今天非常谢谢Aaron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好片子 也祝福你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好我们来听听崔子格的死火山 四点十五 我全主持的没事来哈啦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拜拜